薄壳枪? 没把价值足引58两 薄壳枪何时来到中国,现已无从考证? 有一种说法是十月革命后流亡中国的白鹅最早将这种枪带过来,当时军阀张宗昌,张作林的白鹅雇佣军中,很多人随身都携带一支薄壳枪 但实际上在1912年9月,北洋政府陆军部就与德商里和洋行签约,购买自来的毛色手枪200杆,连从500发子弹和全套附件,每把价值足引58两,证明在宁国元年中国就出现了这种价格不菲的搏来品 薄壳枪? 没把价值足引58两 薄壳枪? 没把价值足引58两